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着清脆的虫铃声 你感到非常自在与平静 深呼吸 想象将这纯净美好的能量吸入身体 呼气的时候将你体内沉重的压力释放出来 让它随着微风飘散 你在微风中闻到了薰衣草的香味 好清新温暖 让你感觉好放松 你决定坐下来 抬头看着满是星星的夜空 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星 就像钻石般 镶嵌在这深紫蓝色的夜空中 向你传送疗愈的光芒 现在 你在星空之下 接受祝福 为什么会遇见特定的人 传导者 落合 遇见特定的人 去到你们生命中的每个人 都是为了帮助你们完成体验的 所以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面向 也许你觉得一个人对你很凶 伤害了你 但是他和别人的关系又很好 这时候 你们应该觉察到 这个人的出现 是为了唤起你对自己的爱 对自己的慈悲 当你明白了这个课题 并且超越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个作为配角的人 也完成了他的任务 可以从你的生命体验中离开了 所以 不要去怨恨任何一个伤害过你的人 因为你的怨恨 只会拉低你的振动 让你自己陷入 低级情绪能量的漩涡中 无法超脱出来 更重要的 是去宽恨和放下 宽恨并不意味着否认你真的被伤害过 而是意味着你放下了受害者的意识 知道你一直都是有选择的 就算过去被伤害过 但是在接下来的体验中 你们可以选择 不再受到伤害 想一想 生命中那些与你纠缠最久 彼此之间拉扯最多的人 他们也许在灵魂层面是你最好的朋友 但是因为你想要体验超越的感觉 你想要学会无条件的自爱 所以需要一些演员来配合你 进行你在城市中的体验 当你们回到灵魂时尚中的时候 就会知道这些特定的人 与你们灵魂本质 与你们真正生命存在之间的关系 放下某段深刻的关系 特别是其中的复杂情感和情绪 并不容易 但是正是因为不容易 你们这些勇敢的灵魂才会来挑战 物质中的一切 不是低级的课程 而是最高级的课程 在遗忘中 回忆起自己是谁 在分离的痛苦与黑暗之后 回到真正美好与光明的灵性时像 你们经历了最艰难的环境 但是也得到了最宝贵的经验 和无与伦比的体验 所以无论遇见谁 去感恩吧 去祝福吧 感恩他们扮演的特定角色 也感恩自己能够勇敢面对所有的考验 而没有选择放弃和退缩 你们已经来到了地球游戏的最后关口 你们就要胜利了 但是最后的课程 是关于爱自己 关于疗愈 与整合你们的灵魂碎片 这会贯穿你们今生的整个地球之旅 加油 光之子们 我深深地爱着你们 我是Mira 谢谢你和我一起玩味冥想美学 绽放疗愈光彩 感恩奇迹终将到来 一起迈向新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